针对误射熊山飞弹的松正情况 高雄地检署召开了记者会 警警针对于船现场勘查发现 有一个高速高动能的外力 从船的右边往左边前进 从船的正前方船过烟囱射入 再从左后方射出 船身受损非常严重 而死亡的船长则是仰躺驾驶座上 他的身上有多处的金属 还有玻璃碎片伤势 经过研判是高热的伤害 此外针对本案是否涉及泄密部分 雄简检长官会后表示 还会请国防部解释 因为机密等级依规定 是要由国防部来认定